早上好早上好 今天是2024年1月25日 猜一下洪姐在哪里 你是不是以为洪姐是在印度 其实洪姐现在是在乌节路后面的克里门缩道 这么多印族同胞这么西庆 今天是什么大日子啊 这个是印族同胞的大宝孙节的游戏 今天早上洪姐有点事情了 所以错过了他们在小印度的出发站 但是我现在在福康宁山脚底下 这好不能有心得很清楚 所以刚好可以看到非常精彩的漂亮 大宝孙节是新加坡新都教徒民祈福 管月和感恩的年度盛会 每年都会在大米尔利的太月满月的时候去行 一般是在杨丽的一月份或者是二月份 比如说今年就是在今天一月二十五日 那明年是落在二月十一日 后年二零二六年是在二月一日 在每年的大宝孙节最吸引公众的呢 就是这场兵分多彩的大游行了 那我们看到身强体重的男性教徒 他们会扛着卡瓦地争作 那他们相信背负着卡瓦地争作 能够洗清罪孽 那这位小朋友 是我见到的最年轻的背负卡瓦地的小朋友 这位小朋友 你会不会觉得非常的惊讶 虽然你看他们背负着卡瓦地争作 然后这个钢针呢 就穿进教徒们的身体里头 但是我们却没有看到任何的血迹 据说事后呢 他们的身体上呢 也不会留下任何的斑痕 是不是特别的神奇 所以新都教徒们呢 就相信这些呢 都得归功于神明的诱惑 而我们看到更多的新都教徒 尤其是女性教徒 他们并没有背负卡瓦地 他们呢 是把奶壶顶在头顶上 因为对于新都教徒们而言 牛奶象征着富足和豐饶 而把奶壶顶在头顶上 则是至高无上的寓意 这些新都教徒们 他们今天早上是从小印度石龙岗路的 斯里尼瓦沙伯鲁玛新都庙出发 他们现在呢 已经差不多步行了四公里 马上呢 就要到达位于登陆的 丹达乌塔伯尼新都庙 他们这个游行呢 是为了表达对神明的信仰 并且祈求神明的朋友和祝福 大家现在看到教徒们转右了 转右呢 他们就进入到登陆 在登陆的尽头 就是丹达乌塔伯尼新都庙 今天新都庙只是开放给教徒 这个庆典活动啊 所以对于我们这些公众来说呢 是不免得兴趣的 待会儿红姐会跟大家一起 到丹达乌塔伯尼新都庙外头 去看一下那边的情景 不过现在我想再留在这个 克里门缩道这边 主路这边啊 再多看一会儿游行的队伍好吗 我们待会儿才到新都庙外头看一下 我们待会儿的电影 每个人都庙外头看了 我们待会儿再加上 这边的电影 我们待会儿再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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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上在游行的队伍当中呢 我们碰到很多信徒背负着卡瓦蒂 卡瓦蒂在淡面语中呢 它的意思就是每一步都要舍弃 那我们看到呢 他们每个人设计着的卡瓦蒂都不太一样 不过大部分呢 都是装饰着鲜花和孔雀羽毛 最重的卡瓦蒂可高达40公斤 高4米 所以呢身上还插着刺 背负着这么重的卡瓦蒂 要步行4公里 在新加坡那么炎热的天气之下 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所以他们身边的亲友们 家人们的陪伴呢 就是非常的重要了 我们看到呢 每一位背负卡瓦蒂的信徒 他们周围呢 都围绕着他们的家人 家人们呢 不断地吟唱圣歌 或者是导词 为扛着卡瓦蒂的亲人 加油打气 拍手 拍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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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